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 11月5号 多伦多明天就要立冬了 盛开的玫瑰花也都凋谢了 为了让玫瑰更好的过冬 今天我要把这个玫瑰给它剪下枝 让玫瑰安全的度过休眠期 给玫瑰精细修剪 一般是在秋末冬初的时候 当环境气温降到5度以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修剪了 经常修剪可以使 蜘蛛生长旺盛 花繁色粒 竖形端正并可延长开花年限 所以过冬前的修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使用的工具有手套 茧子 酒精 木头胶 还有纸袋子 如果没有酒精可以用打火机 玫瑰呢实际上还是比较焦气的 为了避免的感染 所以说我们要再把这个 钳子用这个酒精给它消毒 如果手头上没有酒精呢 可以拿那个打火机 把这个 剪刀的两面呢都给拿火为了烧一烧 简直的主要几个原则呢 第一 一般离地面30到40公分开始剪 第二呢要把细枝 弱枝还有枯枝 尽量给它剪下来 第三 在离地面30到40公分的地方呢 如果有结差点分差点呢 一定要保留着 第四呢我们尽量把朝那个中间 长的这个枝叶呢给它剪下来 目的呢就是让 玫瑰呢充分的透气和通风 像左手这个枝子呢 它就是在中间长它不是向外长 所以说要给它剪掉 像这个地方呢在30到40厘米处呢 有一个节点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分枝啊这个节点 一定要留下来 第二年呢它会在分枝这呢 会长出更多的分枝 这样就可以长出更多的玫瑰花 再把这些细枝呢 小叶子都给剪掉 不然的话到冬天它会冻死 下面剪枝呢主要是让前面所说的四个主要原则来 进行 离地面要30到40公分 分岔处呢一定要保留着 细枝 弱枝 枯枝 都要给它剪掉 往中间长的也要从根给它剪掉 剪到最后呢主要是留这个 主干 像这种小细枝一定给它剪掉 这种细枝 不结花 然后还抢养分 剪到最后呢一般一个玫瑰啊 大概剩个三到五个主干就可以了 对了要提醒大家的是 戴的这个手套一定是个皮质的手套 因为玫瑰枝上有很多刺 所以说小心一定被它刺伤 剪枝呢还应该用 45度角斜着剪 这样避免雨水停留在这个 断层面上 好了枝 基本上修剪好了 我们在这个断面上用这个木头胶 给它封上 这个木头胶呢 在各个建材市场都有卖 一定要选择那种无毒的这个木头胶 涂木头胶的目的呢 主要是对这个断层呢 有一种保护 避免细菌的伤害 木头胶涂上以后呢 一般能保个三到五年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断面的都给它涂上 涂好 好了 胶涂好以后呢 下一步工作我们是要给它施肥 俗话说呢 秋时金 东时银 说明这个秋天和冬天啊 对这个花的施肥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肥料呢大家可以到商场上去买 牛粪 羊粪 还有鸡粪 我选择的是 还是自己弄的这个有机肥 有机肥的原料呢 主要是一些生菜叶 水果皮 鸡蛋皮 然后再加一些花园的土 经过十几天的发酵 这样的营养成分呢 肯定高过那个牛粪和羊粪 施肥的还有一个目的呢 这个肥料 堆的厚厚的一层 对玫瑰的根部呢 也是一种保护 避免冬天被冻伤 我们家的一个小宝贝 闯入了镜头 最后呢再把这个鸡肥给它整理整理 用脚给它踩实 好 施好肥了 然后土也给它踩实了 下一步 就是一定要给它灌足了水 我浇的这个水呢 还是上次 用鱼水桶接的这个鱼水 鱼水啊比那个自来水 浇的这个花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自来水呢 它的那个酸碱性啊 也就是PH值的这个酸碱性啊 肯定是没有这个鱼水的这个好 鱼水呢对花木的生长呢 还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把剪下来的树枝和叶子 用纸袋子给收好 千万要注意哈 不要被这个刺给扎伤了 我一般呢是把这个 长的树枝啊 给它剪成特别短的小段 这样呢也不占体积 然后运输起来也比较方便 好了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完毕 欢迎大家留言 订阅点赞 谢谢 谢谢